新北市淡水消防分队过去常常接获在自行车道受伤的案例 不过也因为救护车体积庞大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自行车道来救援 所以淡水消防分队特别成立了自行车救护巡逻队 相对机动性高也成为守护单车族最好的人民保姆 淡水区有许多的自行车道 从关渡开始连接到逐围的红树林 进到淡水老街的金色水岸 甚至能够延伸至坎顶道三支北海岸 都是许多自行车爱好者的单车天堂 尤其假日更有许多亲子单车族 不过新北市淡水消防分队过去常接到在自行车道受伤的案例 救护车体积庞大 无法进入自行车道 因此淡水消防分队更成立了自行车救护巡逻队 在还没有自行车救护队之前 我们救护车要进去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 因为我们如果在比较里面的话 我们必须要推着单驾床这样走进去 时间上的话可能是必须要 相近10到15分钟以上 这样会延迟患者的治疗时间 假日的话 常常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 会大人带着小朋友骑着脚踏车 通常都是一些自躲跌摔的事件会比较多 队员表示目前自行车救护队 有6到8位成员都是经过训练的救护员及益销 而且配备更是齐全 每两个人一组骑乘单车前往自行车道 针对受伤民众进行检疫救护 而且救护队的自行车 还有副挂许多医疗器材 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进行简单的外伤包扎处理 受伤大概然后每次出去的话 一般都会碰到两三件最少 一般都是自摔或是车祸跌倒 那自摔的比较多 那像这一台的话它是内科用的 它虽然有外科的一些的器材之外 它最主要旁边我们还有的气瓶设施 气瓶还有IV水 氧气气瓶的供应 IV注射的 这台是内科 那这台是外科 外科的话除了我们外科 插上固定器材 比较长背之外 另外我们一样会背上IV 一销表示过去救护车 要进到淡水河岸的自行车道 几乎是不可能 都只能够靠人力抬单价耗费时间 因此有了自行车救护队之后 队员在假日时可以加强巡逻 一旦水人潮较多的自行车道 过去每个月就会发生近20件的民众受伤事件 大多都是跌倒或者是较轻微的外伤 经过自行车救护队即可快速处理 另外要是碰到了较严重的伤害 也可以先由专业的救护人员来照护 等待救护车道来后送医院 让自行车运动可以多一分保障 记得许多一代去采访百岛